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認真少年 這一集的主題是 如何簡單操作Compressor 講到空壓機呢 它的使用範圍其實非常的廣泛 一路從你的居家清潔打掃 到你的汽車保養打蠟 那到吸工啊 木工啊 甚至牙醫診所 甚至到食品加工 還有輸送袋上面 都是可以使用到的 基本上我們把它劃分成 有油跟無油這兩種項目 說到有油呢 它的基本構成就是 它需要用機油來潤滑 所以它所噴出來的氣量呢 它可能會產生有一些油份 它有一個優點就是它的耐操 它能夠在一些武藤啊 充滿各種粉塵啊 或者是一些惡劣的工作環境下使用 那它有一個最討厭的缺點 就是它非常的柴硬 就像這樣 那無油式的空壓機呢 當然基本上它就是不需要加油 它使用的原理呢 就是用氣缸跟活塞的原理 用一壓一縮一壓一縮 慢慢的把空氣打到鋼屁裡面 那它最大的優點呢 就是其實適於 DIY跟你居家一般的使用 它開機起來並不會像 有油的空壓機這麼吵 好比說這樣 有沒有像是不是至少你講話 你還聽得到聲音啊 不過呢 因為它這台它已經超了15年了 所以15年前年輕的時候 它的聲音還要再更小聲一點點 那無油式的空壓機 它適合在什麼樣的場所呢 好比說在醫療場所 或者是你家裡是一整棟的大樓 你很怕吵到樓下或隔壁鄰居 那或者是一些食品的加工 無油式的空壓機它有什麼樣的缺點呢 那基本上就是它的氣缸跟活塞 因為沒有油的入滑下 它有可能會磨損 但是基本上我15年來 我也沒換過啦 那認識完有油跟無油這兩個人之後呢 接下來你要認識的就是HP HP就是生命值嘛 NP就是模範力量 HP就是 HP就是 Horse Power 這樣念對嗎 對 馬的力量 馬的能量 馬的 能力 根據我高中物語老師的說法 什麼叫做一匹馬力的定義呢 就是一匹馬每分鐘可以將 33000磅的重物拉動一英尺 所做的功 稱為一匹馬力 1.5跟3它的差異在哪裡呢 好比說你在空耗機使用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當裡面的鋼瓶壓力下降 那它會開始回復 會開始打氣嘛 3HP的馬力會比1.5HP的馬力來的快 以我個人的經驗 如果今天你只是要一般家庭DIY 或者是你一般只是要做汽車清潔啊 偶爾就是打打自己的打蠟啊 你只要花到五六千塊錢 買這個Size就非常夠用 如果要噴烤漆 你噴的量跟體積 它不會超過我一個人這麼大的話 基本上3HP就夠了 但是我個人非常不建議 你買那個非常小的那個控壓器 不過好啦 你的工作場域是一個比較無場的地方 就是你可能要拆卸汽車的輪胎啊 會使用到Air Range啊 或者是今天你是一次塗裝 就是做很大型的分體烤漆啊 那基本上你不要懷疑你就是買到3.5HP以上的馬力才會使用夠 那如果今天你是一個機車行 或者是你是專業的分體烤漆行 基本上我會建議你買到6.5的馬力以上 那如果今天呢你是汽車美容 需要一次非常多的風管往外 然後大家都要研磨或要拋光的話 那我會建議你買到7.5HP以上的馬力 講到HP之外呢 第二個重點就是它除系統的鋼瓶量 它需要買到多大跟它買到多小 也要因為你的工作環境而去選擇跟購買 剛入行或者是你是一個木工的使用者 或者是你是一般DIY五金在使用的人 那我會建議你買到這個Size就很夠用了 它這樣子的大小呢 如果今天你要出外場 或者是你要出門安裝 基本上你一個人就可以把它提起來了 在空壓機啟動之後呢 它的運作原理是這樣子的 它會把空氣經過空氣濾燻器 加壓之後 把空氣經過這個小管子打到你的鋼瓶裡面 它的原理其實就像吹氣球一樣一直往外吹 但是因為氣球會膨脹 那鋼瓶它的差異性就是它的外觀不會變大 但是它裡面的壓力會越來越大 於是呢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表 這個表上面就會顯示 你現在到底打到幾公斤的重量去 所以呢 你要另外注意一件事情 空氣當中它含有非常多的氣體 跟含有一種東西叫做水分 那這個時候呢 它的水分 因為水分比空氣重嘛 所以水它就會一路的沉積在你的除氣桶下面 你會看到下面這邊會有一個泄水閥 那這個泄水閥用意是幹嘛的呢 就是當你打開了之後 有沒有聽到 以前我們在工廠跟烤漆工廠裡面 最喜歡聽到的一句就是 放水囉 那代表什麼意思呢 下班了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在跟你說 每天你在下班之前 或者是你在工作結束之前 請你保持一個良好的習慣 就是把泄水把它打開 這件事情它會影響到什麼呢 當你的鋼瓶當中含有水分的時候 你的鋼瓶就會在裡面容易生鏽 那生鏽會侵蝕鋼瓶嘛 然後接下來就是氣體的儲存容量就會越來越小 那另外一個跟放水一樣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當你在使用控壓機的時候 它後面會有個插電的電孔 你的電呢千萬一定是要穩定的 不要用一些很爛的延長線去延長它 因為基本上我們在一般牽線的時候 一個白扁線裡面都會有2mm的銅線 那如果今天你的銅線越來越細 所以它的電阻就產生越來越大 那也會產生了你的電的不穩定 所以呢在使用任何的電器用品上 你都要記得有一個好習慣 就是用比較乾淨的電 或者是電壓比較穩的電 甚至在使用之前用三項電表 去量它到底是110的電還是220的電 那三項電表我們這個之後會教 請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接下來我來教大家如何簡單的使用控壓機 首先在開始之前呢把開關把它關掉 打開你的電源 打開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你的壓力表在慢慢往上升 像這樣子它就停下來了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黑色的前圈 它就是用公斤的單位 所以它現在的壓力快到8以下的公斤數 那講到控壓機呢 你一定會配到一個東西叫做風管 風管基本上就是一個豆漿油條的搭配 有風槍就一定會有風管 這個東西要怎麼使用呢 當我們這個管線要插入快速接頭的時候呢 你要把它這個環扣往下推 然後放進去 往上推回去 這樣就好了 它會自動彈回去啦 像這樣子 它裡面有彈簧的裝置 管線裝好之後 你就能夠把你的開關盤打開了 像這樣子 所以到現在它這個管線裡面 就是充滿著氣體 基本上你要接風槍呢 你只要將你的食指跟大拇指往下壓 把你要的東西插進去 往上推 這樣就接好了 通常如果有風槍啊 你已經是充滿氣體的話 其實你只要用你的大拇指跟你的食指往下壓 它就彈起來了 我個人的做法是 用三隻手指環抱住下面的這一端 那用食指跟大拇指去扣住上面這兩端 這樣子就可以下面的力量往上 上面這兩隻手指的力量往下 像這樣子拉 所以當你把它拉開了之後呢 把你要裝的東西往上裝 插入放出去 這樣就好了 如果今天你真的還是很難去把它拔起來的話 你就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前面的這一端的氣閥關起來 把裡面的氣壓放掉 你再拔就可以了 因為就是裡面有壓力 它裡面的氣體就是7.5公斤 往上推的時候 你的手會很難把它壓下去 所以這個時候你只要把它的段路斷掉 就不會有氣壓的影響 影響到你要從這邊推 推了半天 那你裝上去的時候呢 再打開你的開關閥 這樣子就充滿氣體了 這樣是不是很簡單呢 好的 所以不管你今天是大台小台的控壓機 原理都是一樣的 當你今天在使用控壓機的時候 比如說我現在一直吹氣 吹身體的本身啊 吹一下 再吹 好 有沒有聽到它開始打氣了對不對 因為基本上呢 只要吊到5公斤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打氣 回補到剛剛7.5公斤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停下來 好有沒有 這就停下來了 你不要讓它連續運轉的時間太久 因為所有的機器都是需要休息的 不管今天是在那炒的東西 在大的牌子 它都是需要讓它停下來 冷卻一下它的溫度的 那如果今天你每天使用 它的程度就是不管怎麼樣 你要研磨啊 或者是你要噴漆 你的東西就這麼大件的時候 那我會建議你去買更大台的控壓機 或者是買更大的除氣瓶 甚至你去連接除氣的系統都可以的 基本上就是要讓它休息 我們也需要休息 好累喔 最近拍片拍的好累 那這種先進的控壓機怎麼樣使用呢 非常簡單 你只要手伸過去 把開關打開 有沒有聽到 它現在已經在運轉囉 是不是非常的小聲 小聲道不可思議呢 當你控壓機安裝好了之後呢 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安裝你的管線 它管線的材質呢 跟它的寬度跟粗細都有分非常多種 那這個東西基本上 你越在前端的話 就是裝越耐用的 又越高壓式的 那如果是越後端的話 像這種橘色的 其實基本上它用久了可能會脆化 那就是消耗品啦 反正早晚都要換 那第二個階段呢 就是在講濾水器 如果今天你要噴漆啊 或者是你要使用一些機具 你會安裝一個濾水器 大概長這個樣子 那濾水器呢 又有分很多種 按照你的使用的工具上 它有分成 濾水噴油 也有濾油噴水 也有濾水又濾油 那這些東西呢 因為在後面的工具 每個使用不一樣 所以以後再教 所以基本上呢 一個愛家的好男人 你一定都要擁有一台控壓機 像我就有六台 所以控壓機到底能夠拿來幹什麼呢 你可以用風槍洗車 你可以接小烏龜打蠟 你可以接噴槍烤漆 你可以衝小碼 你可以幫籃球打氣 你也可以拿來裝各種氣動工具 當然你也可以研磨木頭 你也可以用小蜜蜂來製作模型 或是修補成像 你可以接PRISMA來切割鐵板 你可以做裝潢 其實一台控壓機 它可以同時讓很多機器一起使用的 你只要去買1對1 1對2 1對3 1對4 這種接頭 那就可以用一個控壓機 同時給三個機器 甚至四個機器同時來使用 好來到這一集最重要的重點了 控壓機它是一個非常好用的東西 但是同時也拒帶了一個危險性 千萬不能用風槍去對著你的耳朵 對著鼻孔 對著嘴巴 甚至對著屁股 這些東西都曾經在新聞上 發生過很多漢事 所以這件事情請大家千萬要注意 不能做 那再次提醒大家 不要去網路上買一些超便宜的 或者是來路不明的廠牌的控壓機 到時候你可能會看到控壓機在天上飛 這樣的控壓機教學 是不是每個人家裡面 都需要買一台控壓機來好好使用呢 希望你都有一個美好的控壓機生活 這也是超便宜少年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託 到底誰會買個控壓機放在籃球打機 順便抱怨一下 之前講到Compressor跟Compressor的講法 為什麼大家會有這麼熱烈的討論呢 因為在早期其實輸送袋的時候 它全部的動力都是來自於氣動的動力 也就是說在一個生產線的輸送袋上面 它一路過來 然後螺絲就衝下來 噗噗噗噗噗噗 一路鎖一路鎖過來 所以到今天晚上師傅下班的時候就說 好 關Compressor 好 關Compressor 好 放水 就講到這三句就表示今天結束下班了 所以就會產生了人家會說 也叫Compressor 也叫Compressor 那它也會有 空車 然後它也會有各種的稱號 其實聽得懂就好了 大家真的不要這麼生氣 也不要這麼在意